而有介於屏東名陽國際大火現場 疑似囤積有大量的化學物質而引發爆炸 造成4名消防隊員殉職 霍林現場許正衛是緊急會同了消防局召開檢討會 要求重新檢視 轄內有關大型危險物品工廠預防安全管理政策 建置更完善的資料庫 保障消防隊的救災安全 避免再有憾事發生 花蓮縣存有危險物品打管制量以上的工廠有16家 而其中6家超過管制量30倍以上 为了重新檢視轄內有關大型危險物品工廠預防管理政策 並建置更完善的資料庫保障消防隊員的救災安全 花蓮縣長許正衛也緊急會同消防局召開檢討會 要求消防隊一一前往實地勘察 像在看過營養科技整個火災事件之後 他有提示他說他山之石要因以為戒 那在這整個過程中間 那我們有看到一些問題 他指示了消防局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清查所有的工廠 只要有危險物品囤積的地方一定要造冊 而且要向相關資料建置在我們的報案系統裡面 那報案系統的場所基本資料 有人一旦報案進來之後就會做提醒 他希望說每一件的火災報案進來之後 如果有危險物品的話 一定要提醒消防同仁 避免說在同樣事情再度發生 那第二點的部分 在這個災害事件中 我們看到場所的緊急應變機制 沒有做得很好 那縣長在這一點上面他也要求 所有的危險物品場所 我們一定要加強相關應變的演練 頻率要增加 以前是一年兩次 現在一年要四次 那再來就是消防隊一定要到現場去做驗證 那確保這個緊急應變機制是存在的 華連縣長徐正衛表示 沒人希望災害現場發生傷亡 雖然華連縣場所數量較少 危險物品項目也相對單純 但在消防同仁就在過程中 絕對不容許發生任何一場憾事 要如何透過現有的政策 更深入的管理 是縣服團隊要努力的目標 記者 許立晴 華連市報導